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十个饮食喜好矛盾的对决 今天要来聊关于说十个最具争议的食物分类 你是哪一派呢? 台湾一向以美食王国闻名于世 无论是这种街边的那种摊饭小吃 还是那种米其林等级的餐厅 在台湾都可以找到 就是对你的老饕呢,都有自己支持的流派跟客群 那饮食上面的喜好呢 有时候不一定是味蕾上面觉得好不好吃这么简单 更有时候是一种信仰,一种坚持 他们会为了这个食物 然后试词的捍卫 以下十种就是很有争议的饮食喜好的矛盾大对决 今天就来聊聊说你是哪一派呢? 首先第一个最受争议的食物呢 就是香菜 你是超爱香菜派还是香菜是邪教派呢? 你吃香菜你觉得是香还是臭呢? 这个饮食界最难解最深好的矛盾考古题 就是如果你吃过香菜 你就有立刻有个高下的判断 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就对于香菜这个味道呢 就是大家会有极端的想法 Either你是觉得它香 或者你就只能觉得它臭了 没有中间值 它呢 就是可能你一出生就注定了这件事情 而根据呢 一本杂志叫做自然的研究指出呢 就有可能为什么影响你判断说香菜是香还是臭的感受原因呢? 是因为你身体里面有一个基因叫做OR6A2的影响 它对全类的物质呢 感受的敏锐度下就会影响到你觉得香菜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就你是喜欢或讨厌 所以很多人就讲说你到底为什么那么讨厌香菜 或是你怎么这么爱吃香菜 没有为什么 就是基因导致的 所以呢 很多人都说 如果不敢吃香菜的人 他厌恶香菜的话 他吃到香菜或是闻到香菜的东西 他就会觉得是土味 昆虫或是肥皂的臭味 但是喜欢吃香菜就觉得它很香 但是我们要体谅它 因为它是从基因就觉得这个东西很臭 所以第一个就是关于说香菜这个矛盾 你是喜欢吃还是觉得它是邪教呢? 接下来延续也是邪教类 就是它的排行榜前一二名就是杏仁茶 就是这里是一个非常大的饮食上面的矛盾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杏仁茶很香啊 另一派人就会觉得杏仁茶超级臭 我相信居住在台湾一定有那个经验 就是你去逛夜市或逛卖场的时候 那你就距离那个杏仁茶的摊放 没有也还数十公尺 因为那个风你知道 吹拂而烂 你就会闻到那个杏仁茶的味道有够臭 有够恶心 你一直能够憋气 然后快步的通过 那对于那种杏仁茶 他觉得很香的人 他就是老远就闻到 有有有很香的杏仁茶味 真的这个也是跟香菜一样 就是一等就是喜欢 要不就是厌恶 就是如果你闻到那种杏仁茶 你就是这么会憋气的人 就真的会觉得他非常的恶心 但另外派人就真的觉得 哇这个香味真的很棒 所以他们还会特地去买 所谓的杏仁茶的粉来泡 那对于那种就是厌恶的人来说 真的是一头问号 觉得说为什么你要喝这么臭的饮料呢 这里是第二个 关于说矛盾 大家对觉得是杏仁茶 你觉得很香还是很臭呢 接下来第三个 关于饮食上面的矛盾大对决呢 就是三 你鸡块是要加番茄酱 还是糖醋酱呢 就对于鸡块要沾酱的人来说 大家可能就是 有些人是家庭教育的影响 可能你爸妈就是 拿糖醋酱派的话 或是番茄酱派的话 你可能从小就吃习惯 所以你遇到你的朋友 就是告诉你说 他有另外一个想法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他才是邪教 为什么 鸡块就是要加糖醋酱啊 或是鸡块就是要加番茄酱啊 那这时候就有另一派 就第三方人 实际上可能就会混酱 他就番茄酱加那个糖醋酱混的吃 但是基本派 基本教育派的人就会觉得说 他不会啊 就是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 一的就是番茄酱 不然就是糖醋酱 那可能因为你知道 麦当劳可能长期就是以糖醋酱 加鸡块做一个set 所以很多人可能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他觉得说 如果今天只吃鸡块 然后那个外送人忘了带番茄酱 你就会恼怒 就是说 没有糖醋酱的鸡块 就没有灵魂你知道 然后另一派人就觉得说 就是加番茄酱才到位啊 他觉得说那个味道就是 加番茄酱才能够提升那个鸡块的美味度 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大对决之一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鸡块到底要加番茄酱 还是糖醋酱呢 接下来第四个 关于饮食上的矛盾大对决 我们把镜头转到 台湾最有名的早餐店 早餐店要吃蛋饼 你是加番茄酱 还是加酱油膏 你知道一个是咸的 一个是酸甜酸甜 这也是极端的两派哦 很多人可能从国小开始 你就吃习惯某一种 沾法 就觉得说就是要加番茄酱啊 你一般就是要加那个酱油膏啊 没有那种其他选项 所以如果你去那个店家 他只提供一种酱料 你就会生气 就干脆不吃 那究竟蛋饼该要沾什么酱呢 就是各个拥护者真的都 咨询过都非常的铁 就是他们真的没有沾到那个酱 就会不吃 然后甚至有些人又混酱 他就觉得那个是邪恶 那个没有办法吃 那怕就怕你知道 有些早餐店的阿姨 尔根子很硬 就你跟他说 我要零什么酱 他就零错 他可能拿回家 很开心 他说很饿 你要打开来那个餐盒 就吃另外一个酱 你一整天的心情 你真的是喵 就毁了 就bad day 就整天都开心不起来 因为你整天早上 最期待的一餐 你等了七八个小时 然后终于吃到第一餐 就 心情因为那个酱被毁掉 很多人和这种心态 而这就是第四个关系说 早餐店的蛋饼 到底该加番茄酱 还是酱油糕 接下来第五个 食物上的矛盾大对决呢 就是皮蛋豆腐 究竟该分开吃 还是 你把它搅碎 然后放在一起吃 这就是非常极端 就是喜欢就是它分开 然后你加一点皮蛋 加一点豆腐吃了 你就会觉得说 那个搅碎的东西就是 喷 就是喷 真的没有别的 然后那个搅碎 那个方向 他就觉得 这才是美味啊 就是分开吃的 那个就是你不懂得吃 你们不懂 所以对于皮蛋豆腐 到底该分开吃 还是搅拌一起吃 就是你没有办法 跟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派人做朋友 真的没有办法 在餐桌上 你看到那个 如果你是分开吃的人 你跟他把它搅在一起 你就是 不好意思 我只能跟你绝交 然后那个搅在一起 看到那个 他是分开吃 他就觉得说 我跟你没有办法深交 因为我们两个是 我们两个是不同世界的人 所以呢 对于皮蛋豆腐 这件事情 到底该怎么吃 就会影响到他的口感跟层次 然后对于脚在一起吃人 他们就觉得他们才是那个道行很高的人 就觉得分开吃人道行太浅了 不懂得享受美食 那你是哪一派呢 就是第五个矛盾大对决 就是皮蛋豆腐到底该分开吃 还是拌在一起吃呢 接下来第六个 饮食上的矛盾大对决呢 就是吃火锅 你要拌你的酱料的时候 到底要必加蛋黄 还是觉得加生蛋 就很恶心 你是哪一派呢 就是对于那个火锅的酱料 你要调什么沙塔酱的时候 你就是一定要加一颗蛋黄 你觉得那就是蛋黄 就是整个酱料的灵魂 没有那个蛋黄就少了那个神仙滋味 那对于不敢吃生鸡蛋的人 他就觉得超恶 因为那个蛋黄 生蛋黄的味道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他们觉得很腥 然后很就是那个脚开的味道很恶心 那对于吃火锅沾酱 你是加蛋黄派还是不加蛋黄派呢 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矛盾大对决 接下来第七个关于食物上的矛盾大对决呢 就是加不加辣 就是对于无辣不欢的人来说 什么东西加辣 就是美味 就是heaven 就像饮食到吃到天堂的味道 但是有些人就是一点点辣都没办法 吃到一点胡椒 那种黑胡椒的那个也没办法吃 他们觉得那也是辣味 他们觉得加一点辣 你就破坏了那个食物的原味 你就是不懂得吃你才需要加辣 那对于士辣一族来说 就是任何菜肴都能够加辣 像我本身就是很吃辣 所以生土私家辣我也觉得很好吃 但是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吃一点点辣的人 他们就觉得说你们真的是不懂得吃 所以才需要用那种辣味 因为辣其实是一种痛卷 你才需要用辣来加在那个食物里面 让他觉得很像不要有点刺激 如果他真的很好吃 合理来说应该是不用加辣 所以呢 他们两个人 两派的人是如果在同一个餐桌上吃饭 就会很容易就会很难共识 就也没有办法跟对方做朋友 因为什么东西想加辣的人 就会觉得说加辣就才好吃啊 然后一点点辣都不能吃人 真的很浮夸 对他们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说 加一点胡椒 或是加一点辣椒 一点点 他们就觉得说太辣就开始喝水 那对于就是无辣部分人来说 他就觉得说你是不是太夸张 可是他们可能真的 就会被辣得半死 然后要灌水 所以这两派人真的在一起吃饭 也是蛮痛苦的 所以第七点就是关于说你吃辣还是不吃辣呢 接下来第八个饮食上的矛盾大对决呢 就是饮料 饮料你喝咖啡的时候 你只喝黑咖啡 还是你觉得拿铁才是王道 就是喝黑咖啡的人呢 他们才觉得说 这才是真的品咖啡的一种方法 你加牛奶 那种真的就是小孩子在喝的 就是那大人的滋味就是要喝黑咖啡 那对于偏爱拿铁的人呢 他们就是在意那个牛奶跟咖啡 在口中那种散发出来的浓醇香 他觉得人生就已经够苦了 为什么要喝黑咖啡这么苦的东西 来逼自己 就是已经人生就是已经这么苦 为什么还要喝这么苦的饮料呢 所以咖啡这件事情也是许多饮食上面的矛盾大对决 所以你是黑咖啡派还是拿铁派呢 接下来第九个饮食界的矛盾大对决呢 就是吐司切鞭还是不切鞭 还是你就是不切鞭 但是呢你就是会喜欢把 你就是他那个鞭就是他的精华 所以你会先把他的鞭给啃掉 然后再吃中间 就是对于吐司鞭这件事情来说 你如果早餐店 你看到有些人就会很坚持说 老板我一定要切鞭 可是有些人对就说 你真的很不懂吃 吐司的灵魂就在那个鞭鞭 你烤了那种酥脆的感觉 所以他们就坚持不切鞭 所以就是很多点早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两派人士就会 有一派人就会一定要切鞭 那另一派人就是他觉得不切鞭 那老板如果意外把他切鞭 他就觉得心灵受挫 他就说我就是少吃了那个方格 那个方格还是灵魂 然后对于不吃鞭的人 他们就觉得说 你就吃那又干又硬的吐司鞭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他们是非不得已才想要把他 才会吃那个鞭 可是呢就另外一派就是喜欢那个鞭 就是两派人士也是非常的极端 然后没有所谓的中间值 所以呢对吐司切鞭还是不切鞭 也是饮食界里面非常一个重要的争论点 所以你是哪一派呢 接下来第十个饮食界上面的矛盾大对决 就是你吃饭的顺序 就举例来说 你要吃一个排骨便当 你是会边配排骨边把饭吃完 还是你会把煮菜 比方说鸡腿饭 或是排骨饭 你就把煮菜留在最后 那如果是后者的人 你一定遇过那种以前在国高中的时候 你可能吃饭 你就是特意的把你的最爱的东西留在最后 就你隔壁的同学可能这样 他们就是很顽皮 然后就会把你的煮菜给吃掉 你就会生气 没有别的就是暴怒 就觉得说 我的人生 不就是为了那块排骨 我这么努力的把它省下了 就是为了等一下最后一口要留在吃排骨 就很像一口就把它拿走 那他可能还就说 你不是不吃吗 你懂吗 就是吃东西 这件事情呢 很多人就是会有配的吃 那另外一个人就是会把它留在最后吃 所以相信大家就是一定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你可能就是 你是一种配的吃人 就会看到说 那个人为什么死都不吃主菜 你就会觉得他很奇怪 重点不是那个灵魂就在那个排骨吗 那你为什么不边吃呢 你要留在最后面 把饭都给你吃完 然后才在啃排骨 然后另一派人就会看不惯那种配的吃人 就会说你们就不懂吃 就你们就要配的吃 就吃不出原味 就是好吃的东西应该留在最后 就跟蛋糕上的草莓 到底是该配的蛋糕吃 还是最后吃 那这个心态就会极大的差异 对于那种要留在最后吃人 就会觉得说我好货 要留在最后面 然后对于那种就是要混的吃人 他们就觉得说 主菜就是要混的吃才能够 你知道感觉很圆满 就每一口都有吃到主菜 人生就是这么的难 所以关于这个东西呢 也是一个食物界的矛盾大对决 好啦今天就分了十点 关于说来分享饮食上面的矛盾大对决 你是哪一派呢 就希望你可以从中去理解另一方的想法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你对今天的议题有任何意见跟想法 想分享你个人的建议的话呢 可以到资讯栏外的IG YouTube 然后去订阅留言 跟我互动啊 可以留下你的故事 或是提出你的疑难杂症 我都会一一的回复 好啦 最后是今天的其实您该 下次见啰